好 民进党今天去按您控告的对象 也包括了行政院长吴敦义的夫人蔡令仪 为什么呢 因为蔡令仪前几天在澎湖出席马屋造势大会的时候 她致辞 结果她就说 蔡英文把国家11亿元挪到他们家自己的公司 那我们还要捐小猪给他吗 真的是很笨 好 讲了这样的话 民进党受不了效去控告蔡令仪 发言不当 涉嫌违反选霸法 不过吴奎呢 她先生马上就讲了 还强调说太太是有所本的 说她一向不会乱讲话 倒是蔡令仪自己改口 她说自己真的是一时口误 数字搞不清楚 她说她愿意道歉 还原12月11号 吴敦义夫人蔡令仪跨海到澎湖造势 一拿起麦克风精神都来了 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还撂下这段话 雨昌案真相还没大白 蔡令仪就公开鼓噪群众 民进党逮到小辫子 按铃控告隔回夫人 意图迎商选情 违反选霸法 第一时间吴敦义急着帮老婆挡子袋 我那人是有正义感 但是很善良 她一向不会乱讲话 那一定是有所本 然后才提出来 那如果民进党觉得应该去告 那尊重她的选择 蔡英文小姐就在副院长的任内 也核定核准或者同意 国发基金要投资2000万美金 或者5000万美金 这个数字加起来就是11亿以上 我没有说她误11亿 我说那个基金到这样子而已 11亿 对 我讲错了 因为刚开始的讯息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是口误吗 口误 应该是口误 我若是这个数字有点不对 我应该是道歉的 一时口快惹上官司 蔡英英大方坦诚数字 说错了 但吴敦义却强调账户没有错 两夫妻想要合力炮打参文 默契大考验 似乎还要再加油 3D新闻综合报道